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这个传单的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有一年 都是在这里吗 没有以前在板桥 做一个礼拜做两天 后来我就想办法 想办法到这公司做 一直做到现在 出来做事啊 怎样 少花十天啊 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行业呢 我以前没有做这个行业 我以前在财产店做 做后来出车货了我就放掉 车货 他只带我看边啊 这里锁断啊 骨头碎掉啊 这边 一阵子了 我心里想想啊 跟同事啊 以前同事认识啊 发海报 我看到他 他说我 那么久没看到我啊 失踪啊 我说你也失踪 我没看 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发海报啊 我说有没有欠人 我一方面是开玩笑 我说有没有欠人啊 我也要做 他说你不用做的啦 他说你做那些行业 你不用做 你就还好了 滚 这样子 我说真的我也要做 我说有没有欠人啊 他有啊 我说怎么应征啊 他说打电话 我说我也没电话好吗 他就刚好来到这个公司了 他就电话号码留给我 留给我的时候 他叫我下午要早一点打给他 三四点打给他 后来我就打 一打的时候 那个老板沟通号 他就接电话 我说请问这里有没有欠人 他就有啊 他说很辛苦哦 我说没关系啊 他说你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我都开始一做做到现在 老板很好组长 很好组长 很好组长 他都是好像出来做事啊 这些扣服啊 都对我很好啦 到那个中校东路 去发海报 好 或者很少啊 按照这去发一下 拍一下 没关系啊 没有我就上海发路 这样子 碰到那公司也卖业主啊 那个年轻的那些 每一个都很好 看到我 我看到他也点头 你好的啊 他看到我也是好 很照顾 他就说看到我买了 哎呀 哎呀 好会浪啊 怎样的 我说不会 赶快你休息一下 他好担心哦 他们 我说你不要担心啊 我说你们顾好就好 老妈没关系 生起来很亏啊 他说你休息啊 假这样子 你总不休息 要不然你请假休息就亏了 我说不要 你不要跟我讲请假 或者休息什么 我说 后来我老阿 老阿小孩啊 他都跟他们兄弟讲 他说 他说老妈的意见 他要做不要免财 不要一直不 不要叫他不要做 下班 早上 早上我不到六点我就出来 出来懂车做事 早上 因为我们十一点要做 我们工作 偷偷要送海报 要他叫我跟他的车子 那我自己坐车子来这里懂 这样子 对 就这样 你有儿女吗 有啊 我儿女也是讲啊 他说 你在家休息啊 怎样 他说 哎 我说在车窃啊 无聊 车窃走一走 做一座用动 一样啊 所以我说 他说不要你在家 你去聊聊天啊 我去哪聊天 公园聊聊天啊 或者去游览走一走 我说聊天啊 我说聊天 在公园聊天啊 有的 是吧 啊 讲了 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 人家先的啊 讲你一句 跟人家 挑拨离 这样讲 我不要 我说在家 我说我出来工作 我还 我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工作 都要先的 嗯 也算兴趣 我也没有迟到过 也没有 都会提早 来总上班 我就这样 啊 请假也很少 嗯 就这样子 你在发传单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或者是困难的事情 嗯 没有什么困难啊 很少啊 嗯 有的好像 怎么讲呢 以前做事啦 不在这里做的 人家你 假如做的比较好 安排 安排 公司会安排 好像 好像 他都有讲过啦 假如他尽量去表现 去做好 他安排的时间 因为是怎样安排 因为有的说 哎呦 发车子啦 他不敢 不敢发啦 他不要啦 嗯 他举牌子来说 哎呦 他要赛那么多 也不要啦 有很多意见他们 啊 我们 碰到我 问我 我说 叫我坐坐 他说 你可以发车吗 OK啊 我说 好啊 我都不会反对 啊 我不要 我发车很危险 有的说 哎呦 怎样啊 不会发啊 啊 车子怎么发啊 我不会啦 啊 不会人家讲 我在想啊 是怎样 人生下来 一不 一下就会走路 要血啊 慢慢来啊 才会成功的一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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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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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